科学家们跟着一只变异的狼从切尔诺贝利被污染的隔离区进入了正常的世界,只是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 不,这不是最新的恐怖电影的情节,而是最近的一项研究。 切尔诺贝利和灾难发生在1986年,当时的切尔诺贝利,位于当时的苏林现在是乌克兰。 一个爆炸道和反应堆释放的放射性尘埃比广导原子弹爆炸的辐射,要多400倍来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直接导致了反应堆周围直径30英里的区域被隔离。 然而到现在,这一面积已经达到了1000平方英里。 虽然切尔诺贝利没有人类,但该地区的野生动物数量有所增加。 现在,一些野生动物离开了这个地区去了其他地方。 这是科学家们第一次为一只狼配备了一个追踪器。 追踪它并不仅仅是因为一只野生动物离开了,是因为它可能携带有突变的基因。 科学家们希望了解,如果这些基因与未受辐射的动物混合在一起,将会发生什么? 当然,还会制造出带有放射性的僵尸狼。 战狼和其他动物与来自非污染地区的动物混合在一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 不过科学家已经证明,禁区内的物种的突变率增加了20倍。 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一些奇怪的杂交动物在这个区域游荡。 两只眼睛和一条尾巴,突变在外表上通常不太引人注目。 即使没有暴露在辐射下突变也会持续发生。 普林斯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狼遗传学专家布里奇特冯霍尔的解释说,突变是多样性的,它可以增强蛋白质,或进行表达模式等等,但它们也可能是有害的。 我们只是不知道这些狼身上到底会发生什么。 除了好奇的科学家,谁愿意致这个投资?你愿意吗?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放闻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